我听迪哥总说他会记梗 因为他很怕终于节目的时候没有输出 我觉得太惊艳了 而且迪哥更夸张 我翻他的包 他的包里有一个本子和一个笔 他把平时听到的一些好玩的话 包括今天聊的好的信息 他全都写下来 其实他很刻苦 他飞机上的时候 在路上的时候 他不想说话了 他就拿起他的本开始看 所以杨迪的梗都不是即兴的 都是背唇 是不是这个意思 都是超来然后背唇 又投机 落听了这个事 不谢我 你看这做节目 就跟老老实实拍戏的人不一样 比较真诚 我说我膝盖怎么来之前就有点疼 应该摔倒了 很飞 非常飞 感谢观看